大家好,我来录节目之前突然在网上传来消息 台湾花莲地区发生了7.4级的地震 在这我祈求仁慈的天主保佑花莲地区的人民一切平安 不过我个人对台湾的防震救灾还是充满信心的 我也衷心的希望当地政府以及花莲地区的百姓积极自救 把地震的损失降到最低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算是一个奇葩国的奇葩事吧 因为这个呢,与法律有关啊 我觉得呢,还是跟大家来聊一聊 实际它也是中国官场的一种惯像 现在成了一个常态了 我前几天在中国这边的网络上呢 看到一个检察官啊 介绍现在官场的一种新现象 我觉得这个呢,很有意思 来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中国官场呀 他现在面对这种高压反腐态势呢 产生了一个新的应对办法 实际这个办法呢,也是逐渐产生的 大家应该都知道啊 在最近这五六年来呀 中共官员跳楼呢,已经是个常态了 每年都有几百个官员跳楼 大小官员都有 那么中共这边呢,也没有做一个具体的统计 但是这种现象啊,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而且这些官员跳楼的背后呢 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 就是最后的通告里头都说呀 这些官员啊,长期患有抑郁症 然后又介绍呢,近期工作压力比较大 产生了跳楼的这样一个行为吧 那么照我来说啊,这些官员呢 全部归位跳楼呢,这是不准确的 应该是主动跳楼与被动跳楼相结合 才产生了现在中国独特的现象 就是中共跳楼 针对这个现象呢,网络上还有一句调侃的话 现在我们才知道呀,高楼还可以用来跳呀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因为啊,中国的这个权力啊,太集中了 深处高位的官员呢,他们是绝对的垄断了权力 相应的呢,他们就垄断了社会资源 这样的话,他们通过这个权权交易啊,可以取得巨额的财富 所以在这种巨额利益的诱惑下啊 这些官员呢,实际把生死呀,已经置之多了 他们在这种高额利益的诱惑下啊 他们已经不惧怕死亡了 死亡对他们来说,某些时候呢,还是一种解脱 另外我们还看到啊,中共最近报的这些反腐案件呢 它都是这种窝案 就是意味着啊,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县 它都是一窝一窝的 甚至一个乡,一个村,全都是窝案 就是这些人啊,结成了利益同盟 然后控制当地的资源 然后根据这个不同的级别啊 来进行这个财产跟权力的分配吧 比如说他们把这个社会资源啊 已经完全给瓜分完了 这个利益在他们的这种操控下啊 也是在家族内再往下传递 你包括这个权力,对不对 现在你看中国,你就是当个警察 现在也都是第四代,第五代警察了 你就是进个石油公司 现在也是第五代石油人了 还有像什么烟草呀,像工商税务呀 都是第四代,第五代税务人 可以说他们这个权力啊 在这个封闭的圈子里啊 再往下传递 同样利益也是往下传递的 你普通的人,你去做一个行业,你去试一试 对不对 中共不把你整死,最后把你整的呀 你主动的去投靠了别人 给别人共享利益的时候 你这个生意才能做下去 你要到不了这一步呀 你这个生意就做不下去 所以让我说在中国啊 所有像样一点的企业 一些公司呀 可以说它背后呀 都有权力的影子 也就是大家说的 中国的商人 大多数呀 都是官员的白手套 这个是中国社会独有的现象 那么根据这个检察官介绍啊 现在的这些官员呀 他结成利益同盟的时候呢 实际他们已经定好了攻守同盟 就是一旦上面来查怎么办 我们怎么应对 这个危机到了哪一步 我们怎么处理 他们全都有预案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各级官员跳楼 实际这个现象的背后呀 都是有周密的计划的 按照这个检察官的说法 现在的官员呢 都准备了这个避祸符吧 就是这个抑郁症的检验报告 他们在加入这个圈子以后 就去到医院通过关系啊 开好了抑郁症的处方 然后还定期去拿药 当然他这个药是不吃的 因为那个时候呢 他并没有抑郁症 但是一旦发现 有上级的纪检部门 或者是监察部门 开始查到母一级的时候 而且这个问题 可能会暴露的时候 那么他们这个 利益同盟里头的高层呀 就会要求底下去跳楼 那么一些一直坚定 也不怕死的官员呢 就选择了主动跳楼 当然有一些呢 胆子小也害怕死的吧 他犹豫不决 他们背后的大佬呀 就会亲自派人去啊 让他背跳楼 所以按那个检察官的说法啊 现在这些官员呀 实际都准备好了 避祸符 就是抑郁症的检察报告 那么这个检察官呢 他也分析了一下啊 就是这些贪官啊 最后为什么选择跳楼呢 因为跳楼是他们利益最大化的一个选择 你比方说 这个官员跳楼了 首先按照中共这个办案的习惯 一旦当事人死呢 这个案件呢 就截止了 就不会再往下去追查了 那么相关的部门呢 就可以按这个干部呀 工伤来处理 就是他死在工作岗位上 那么还能给他相对的待遇 只不过这个丧葬办理的时候呀 就是比较简朴一点 可是呢 面子保住了 那么一旦把这个贪官的面子保住了 就证明把这个贪官的权力继承权呀 给保证了 那么将来他的子女就能顺利的被安排到这个系统内 这个对于跳楼点来说啊 是很有吸引力的 就是他的权力 首先能往下传递 另外他的财富也能往下传递 因为查到这就不查了 他多少年薪金户贪污的这个钱呢 就能合理的传给他的亲人啊 比方说他的子女啦 他的太太啦 对不对 这个是一方面 还有呢 就是他这个跳楼以后呢 他也对他的家人进行了一个保护 比方说所有的贪官在这个贪污的过程中呀 他都会牵扯到家人 不然的话 这么多钱他没法弄 对不对 你比方说一个公务局的局长 他要变现的话 他肯定要让他的家人去参与这个工程 他的家人也是他的一个白手套 假如说顺着他一条线查下去呢 他的家人也是逃不掉的 所以他意思 把这些东西全保住了 这个对跳楼的官员啊 是一个很划算的一笔账吧 另外呢 你保住了这个权力圈子 就是他们的这个利益同盟体 那么你帮大家去扛了雷 那么这个利益集团呀 就会主动的去照顾你的家人 安排好你的太太 安排好你的子女 这些啊 你就可以放心的去走了 所以有关贪官跳楼这个事啊 不是像普通老百姓想的 他只是一个现象 并不是这样的 这些跳楼的官员呀 实际是为了保他个人 以及保他这个背后的势力啊 做了一种选择 甚至这个选择呢 在他最初加入这个集团的时候 他已经做好了决定 就相当于一个人加入共产党的时候 你宣誓一样嘛 你要为党的事业献出你的生命嘛 对不对 那么这些由共产党员组成的这个利益同盟 那么要求你加入的时候 可能你就要做一个二次的宣誓呀 你就要像这个组织宣誓呀 对不对 你第一次加入中共的时候 那个都是虚的 什么都没有呢 但是你第二次加入这个利益集团的时候 那可是金钱与权力赤裸裸的摆在你面前呀 你想这个事情没有人主动去干 对不对 本来中共就是一个类似于邪教的团体嘛 那么这个邪教中的这个小团体 它更是一个邪教团体嘛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检察官员来介绍这个现象的时候啊 我觉得这个一点都不奇怪 他们邪教组织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再看一下当时的这个希特勒 他身边的那些高官 是不是每人在这个戒指里头呀 都放了一颗毒药 在他威权的时候 他选择向元首效忠了 他就会腾下这个毒药 对不对 那么现在在他们这个利益集团里 那不光光是理想呀 你加入了这个团体 一切都会有的 不光有理想 白花花的因子 诱人的权利 这都会变成现实 所以这个跳楼呀 在中共体制不破的情况下 还会继续跳下去的 而且会跳的人呢 越来越多 直至中共垮胎 因为每一个进入这个圈子的人啊 他都不愿意丧失这个权利 那么有关这个话题呢 是我看到这个检察官的评论以后啊 有感而发 我说的呢 也未必能解释这个现象的全部 我希望大家呢 如果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也能发表你们的看法 因为普通人呢 终其一生呢 没法享受到这样的权利跟利益 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些贪官的行为 很多人在某个贪官跳楼以后 还在想 他为什么去跳楼呢 对不对 他无非是到监狱里头 混上几年就出来了嘛 这个是两回事 你到监狱里头去的官员 你出来 那基本上就变成了普通的人 除非你的子女很有水平 因为你一旦进了监狱 你不可能不交代别人 你一旦交代了别人 你就成了这个组织的气啊 这个组织就不会再照顾你了 以前他们所攫取的这些利益啊 也将会丧失殆尽 所以两者想权衡呢 就是选择跳楼啊 在某种程度上 比这个苟窃的活着取得的利益更大 所以这种现象呢 才会成为一个普遍现象 好吧 这期节目呢 我们就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